咱们就说梅渭色吧 梅渭色之前 打了47场比赛全胜 26次击倒对手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防守反击打法 擅长在中远距离打你 你打他打不着他 他的闪躲呀 包括下潜的种种技术 在拳击界里边 这是不做第二人之下 确实了不起他 就你打他打不着 他外号叫漂亮男孩 为什么叫漂亮男孩 就他比赛从来没有让人打 这B青脸肿过 打完了这脸还这么光芒 所以不是说他人长得多漂亮 是因为这个大家叫他漂亮男孩 而他的技术确实是 以防守反击的闪躲为主 这是他个特点 那么帕克奥呢 特点是重拳特别厉 他是个左式选手 左式选手就是呢 右手在前 以左手为重拳 他的特点是连番的 这种组合拳弧炸 直拳 固拳 百拳 力量非常大 而且拼劲十足 帕克奥呢 也是唯一一个呢 横跨八个级别 都拿过全王截要带 他之前是64战57胜 2平5负 他这种拼打风格呢 很受人喜欢 而且帕克奥在美国呢 全世界各地的拳手 只有他在美国 卖出的门票最多 美国人也挺喜欢的 他被称之为 成绩四汗之后 第二个征服世界的亚洲人 他是菲律宾人 外号叫亚洲持续舰 他在菲律宾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 人称他是菲律宾国宝 菲律宾我们知道国内不太太平 政府武装和反政府武装打仗 一说有帕克奥比赛 好 咱们暂时停火 空出八个小时 看帕克奥的直播 看完了 咱再抄起家后 接着再打 帕克奥就有这影响力 帕克奥呢 很愿意从政 表示要参选总统 他的民间威望很高 但是有相当一堆菲律宾选民 不选的 为啥 说总统我们有多世人能当 但拳王就你一个 你要当总统 谁打拳呢 我们可不能选你当总统 所以你看帕克奥 就是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而且这两个人呢 性格对比非常鲜明 梅维瑟是个什么人 他愿意全世界为敌 有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呢 也经常讽刺 这些媒体怎么怎么样 而且他是什么呢 说我生命里钱是最重要的 你们说要打破 这个49场全胜的全王纪录 对我来说不重要 钱是最重要的 他经常炫富 你光这一个牙套 正常的100美金就算不错的 他带25000美金 说里面是贴的钻石的 经常是拿跑车啊 别墅啊 炫富 而且从来不做慈善 就他给人感觉 他就是个恶人 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而帕克奥不是 帕克奥呢 很热衷于慈善 他是苦人出身 从小就给卖过烟 扛过包 到故地干过活 他成名以后呢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像这一次 他把自己的亲朋好友 教练组啊 他掏腰包 买机票 包酒店 给弄到拉斯维加斯看 他也隐落 把这一场比赛 他一半的收入 捐给慈善组织 这场比赛 他一半收入可不小 多少钱呢 他这场比赛 他的一半收入 至少是6000万美金 也就是说 这场帕克奥 能拿到1.2亿以上的 这个收入 比如说 这个钱怎么这么大 玫瑞瑟比他还多 玫瑞瑟能拿到1.8亿以上 接近2亿美金 这钱 2亿美金什么概念 等于一支NBA球队 整个球队的年薪 还等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足球里头 谁挣得多 梅西和C罗 等于这两人 加起了忙活一年 也挣不过 玫瑞瑟这一场比赛 所有人说 这世纪大战呢 这能值这些钱吗 两个人的名气 确实值这些钱 只不过比赛呢 这个精彩程度 不值这些钱 说他俩这精彩 打的这种程度 不好看 怎么还拿这么多钱呢 他俩加一块 能拿走 3亿美金以上的收入 但是人这个钱 可不排挡 这场比赛 至少能带来 6亿美金左右的收入 无论